大家好,今天是4月10日,星期一 很快,星期五就是四天復活长假的开始 预先祝大家这几天顺顺利利 星期尾享受一个长的復活节假期 今天中国民心和香港民心的标题就是 在林郑的特区管治下,香港人要有点五步的精神 主要这么说,就是昨天的金像匹奖典礼 大家看到点五步这部电影都相当多的提名 以及这些例子片很好看 我觉得香港人是一个之前发生的真实打棒球的股市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 我又说了出来,大家就未必去看 因为我说了,可能被人说,你把桥段都说出来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去看看,相当的理智 在林郑的特区管治下,香港人要争取自己的东西 即是点五步就是半步 即是你要多走一半步 每人多走一半步,社会就会不一样 其实林郑已经在北京了 即是她昨天晚上,即是星期日晚 她已经和她丈夫到了北京 接受国务院的任命 亦都会接见这个... 如果根据报导,就会见这个... 这个... 张德纲 亦都会见习近平主席 那就是... 就是... 接受这个国务院正式的寿命 因为现在很快 现在是4月 7月1日正式作为香港第五任的行政长官 第一任就是董建华 接着就... 两任都是曾蔭权 接着就是梁振英 然后第五任就是林郑月娥 其实... 除了曾蔭权之外 就... 没有一个行政长官是做超过一届的 那都是... 曾蔭权做了两届 董建华就第一届 接着第二届就是脚痛下台 那梁振英就只做了一届 这样 但是我... 我看到那个... 他讲的话就是... 他上京就没什么说 那只是概括地讲一下香港的情况 我第一时间在电视机的反应 就是说... 怎会没什么说呢? 香港有很多問題,很迫切,很急需要立即行新政 我們看看螢光幕前面就已經看到了 樓價為什麼不用說呢? 租墓這樣上升為什麼不用說呢? 很多很多現在的評論都已經說了 樓價如果再升呢 為什麼呢?因為美國已經在加息 你不可以完全不加息 當有加息就是一個爆煲的因素 維港種那些可以一房四百多呎,賣到一千零三十萬 這個就快變成常態了 我不明白為什麼都不需要說呢? 這個政策要馬上做,不然一爆煲 真是九拍翻版的 我知道為什麼他不用說 因為坦白說他 前幾個月前 在選舉中投他的 建制派 大部分都是商家 大部分 如果現在打擊樓市政策 因為最好是 梁振英加了印花稅15% 壓學印花稅 都壓不了 他有一個很好的藉口 就是 我家裡也沒用 我越搞樓市就越升 如果他現在推出這些辣椒 那你怎麼對著商家老友呢? 我選你出來的 你不要忘記 有很多是高價搶了地 你現在打樓價下去一兩成的話 我豁本 但是我不覺得這個問題是不迫切的 這個問題是很迫切的 一定要談的 現在 如果香港樓市還不應對的話 一爆煲 香港人就慘了 因為你跌下去 因為我自己經歷過九七 我知道 樓市爆煲死的 不是有錢人 你不要搞錯 不是李嘉誠 他們已經有很多錢 那些是開刀的 小市民 炒你最低層的那些 零售不好警 是嗎? 那時候是通宿 我真的試過吃十塊牛腩麵 就是那時候 九九二千年的時候 是十塊牛腩麵 在太子 現在交到多少呢? 單獨一碗 我就不知道 現在呢 一碗牛腩麵 再加一碟油菜 我告訴你 是三十七元 所以 一定要 優先處理樓市 瘋狂上升的問題 不要再 不要再 放在那些 我們要增加供應 之類的 沒有用的 因為 你增加供應 得來 樓市 為什麼樓市還可以這樣升呢? 原因就是 因為你增加供應 一定是慢的 你增加供應 建居屋 一定是慢的 大家可以看到 半年 搞了二千多個單位 是沒得搞的 如果你說 在私人發展商的土地增加 喂 大哥 那些私人發展商 那些地 推出是他自己的事 李嘉誠為廣眾 他可以放慢腳步 三四年都可以推出 所以 你不立即用行政手段 或者怎樣也好 慢慢將他降溫的話 一定會出事 第二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不需要說 就是 要減輕撕裂 很多人 當時 15、16 而選林鄭 就是因為她要減輕撕裂 你不從啟政改 應該減輕不到撕裂 是不是 因為如果現在 可以跟香港人說 喂 不是 中央現在肯談 白說一句 不如我們擴大選舉委員會 擴大到一萬人 是不是 喂 這樣的話 撕裂馬上減少了 為什麼呢 中央讓步 不過她又不用說 我知道為什麼不用說 因為她根本就不敢說 你怎麼說 我選你出來 你現在和我重啟政改 是不是 這麼辛苦 才把這件事丟下 那 你現在這個時候 都不說 你什麼時候去說 是不是 另外 有一件事大家都沒有 什麼評論員提 就是 為什麼 這個 BCA 就是 TSA 變身 停止了 又不用說 我覺得教育很重要 中國民心 香港民心已經說過 喂 大哥 這件事 是很直接 影響我們的下一代 教育 是很重要 為什麼 你不需要說 你是不是覺得自己可以搞定 因為你覺得這是一件小事 教育不是一件小事 為什麼要做這個TSA呢 做出來的成果是怎樣 大部分的市民的反應是怎樣 為什麼現在停止了 有什麼做得不好 怎樣改善 怎樣改進 這些事情 是不是全部都要跟 國家主席去談 不用談 那我不明白 他說那個不用談的道理在哪裡 是不是 還有大家應該不記得 我聽著袁國強說 我們今屆的律政司 還有兩個月的那種 上京 他說是會說 一地兩檢 高鐵的法輪問題 結果回來 什麼都沒有說過 沒有人追訪 沒有人討論 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訴你 高鐵的一地兩檢 必定拖到下一屆 因為大家看日曆影子 根本上還有一個多月 他怎麼可以搞 如果靠那些假 我想他五月就可以了 四月中 五月中 六月中 還有兩個多月 是沒有可能談得到的 是一點進展都沒有 這些就是我們的官 他自己說下來交代 我相信十天都有 回到下來什麼交代都沒有 所以香港人真的要自己去爭取 我們說一下林鄭祖班 林鄭祖班 為什麼會寸步難行 很簡單 我很記得 當時他馬上射到吳克劍那裡 這些是由每一個局長自行決定 然後吳克劍就說 其實所有這些決定 都是政府裡面一個團隊的決定 當你這樣說話的時候 誰敢進來埋你的班 是吧 即是 喂 有功是你領 有問題的時候 你就射下去 局長自己搞 現在他領功了 停了TSA 他就自己出來說 我七月一日上任 我就會停了TSA 你不要忘記 你是政務司 教育部是歸你管的 在你下面的 喂 林鄭的作風 在政府裡面的人的團隊 談虎識變 喂 即是 我們叫做 事情有得你做 不過功就沒得你漂亮 鑊就有得你背 很明顯的 林鄭現在要換 即是他想要換一些自己人 但是他的自己人 就沒有人敢做 既然沒有人敢做 那我就留完才那個人 留不到局長 就留副局長 但是他又不知道自己的人 是不是一定不做 那就變成留與不留之間 現在就搞到整個 你看到人出來答問題 答得很噁心 就是譚志願知道他一定不跟 那我就不做 但是有很多 我一定要效力 但是我一定要效力之餘 她又不知道林鄭用不用她 因為她知道林鄭跟人在聊 結果整個團隊第二組出來 就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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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 就是看到能否做 可能他組成團隊之後 上任 又好像梁鄭英那樣 突然間林鄭強被人多出來 突然這個任做 我相信 起碼要有 七月至少要到半年時間 團隊才定 這樣就沒有半年時間了 對不對 還有我想說這個高官問責制 2002年開始到現在 我也不知道這檔是甚麼 完全沒有用 是葉劉當時自己說高官問責制 因為23條下台 這檔是完全沒有用 不知道我們做甚麼 沒有一個高官有問責下台 現在行政長官也是 沒有申報個人利益 這樣就入了罪 那這個高官問責制 用來做甚麼 是否要檢討呢 是否要馬上檢討呢 他有說 他有說 防止拘捕條例 應該包括行政長官 但高官問責制 應該也包括行政長官 我覺得 這檔案 我們會開一個題目來談 來談的 究竟這檔案裡面想說甚麼 這個高官問責制 從來都沒有用 大家都不知道他在說甚麼 也沒有甚麼高官問責 但是 那麼多事 譬如說現在譚志源 在匯主中 遺失了兩部電腦 那麼重要的資料 都沒有人要問責 那麼這個高官問責制 用來做甚麼呢 所以香港人 其實我們每人走多半步 百姓就多半分安居樂業 是不是 我覺得香港的年青人對政治很奇怪 一是很極端 就是 我出去抗爭 要不他就不理 不知道 香港人是這樣 我遇到的大部分都是這樣 很少很理性 獨立去自己分析 有 不過相對比例很少 我經常都說我們評論員 最重要是忠衡 持平 中國民心 香港民心 是用百姓的生活去出發 我們經常聽到 你不要政治化 政治化的意思是甚麼呢 就是 我將一件事 發酵他 然後 去為自己 爭取一些政治籌碼 取得到市民的支持 取得到選民的支持 取得到政黨的支持 取得到政黨的支持 我覺得這個是 不要得的 不要得的 或者我們不是 要將一件事做出來 去支持 大家看到 例如開名也不知道 D100 聽了很多很多次 他都是 其實搞那麼多事 就是踩低林鄭 抬高 曾俊華 我們不是 我們實事求是 我們說的事 是有事實根據 還有一件事 我們不是要 醜化林鄭 而是她沒有做的事 她覺得沒有做的事 她覺得自己不應該的事 而其實在百姓市民來說 是應該的 我們就很出聲 我們不是要爭取甚麼政治本錢 這些我覺得 就是香港的評論員 應該要做的事 不是每件事都政治化 為了背後那個人 爭取政治本錢 這樣對老百姓 對香港是沒有好處的 我仍然說 保障香港市民的資產不縮稅 一般為了香港努力幾十年的市民 有瓦遮頭 年輕人有機會上游 年老的人老有所依 那就是一般老百姓的期望 的要求 就是這麼簡單 你很少 在香港見到一個老人家 說你想怎樣 我想發財財 那你聽過沒有 收回那些 那些居民都說 我只是想有瓦遮頭 你收回我的房子 你補六十萬給我 六十萬給我 我做甚麼呢 香港是 沒得搞的 他完全沒辦法有瓦遮頭 六十萬 一個月萬幾元租 幾年就玩完了 是不是 一般市民的期望是這些 我覺得評論員 應該朝著這個方向出發 而不是時事政治化 時事為自己 或者自己的政黨 拿政治籌碼 這樣不是對香港市民 盡責的一個表現 好嗎 那這個video 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多點吃素 吃素 不要殺生 多點跑步 放鬆一點 香港人 有時靜坐一下 自己一個人 深呼吸一下 慢慢走 自己去思考一下 好過你每天都很忙 去旅行 去旅行 那一晚 五點多放工 六點鐘 立刻坐飛機去旅行 回到第二天 凌晨才回來 第二天就上班 那些 我覺得香港人 壓力太大 太匆忙了 給自己多點時間 自己休息 好嗎 OK 這個節目 這一個video 就到這裡了 中國民心 香港民心 這個節目 在下一個video 再跟大家見面 好不好 拜拜 拜拜